HELLO 大家好,我是沐伊揚 今天又是我來繼續主持節目啦 大家到東京一定會吃的美食種類 會是什麼呢? 今天這集我幫大家藏新的 6間東京塔貝露骨的拉麵百名店 到底日本人評價很高的拉麵店 是不是真的好吃呢? 值得排隊嗎? 讓我們一起看下去吧 影片開始之前 如果可以的話先幫我按個讚囉 喜歡我的影片也請幫我訂閱 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哦 第一間呢,是位在於 銀座因Zarxex后巷的賣魚橄欖 入店之後也是用食券機點餐啦 他們家也有雞拉麵 但最有名的就是蛤蜊拉麵啦 標榜每天從豐州市場 採購新鮮的國產食材 慢火熬煮的高湯 也可以依照自己的胃口選擇麵量 店面不大,總共只有15個座位 但是很有日式風情哦 招牌的蛤蜊拉麵 二話不說點起來啦 送來的時候真的是視覺饗宴 這個蛤蜊看起來也太厲害了吧 他們家的湯底是走醬油清湯類型 雖然看起來很清 但蛤蜊味真的超濃 喝的第一口我真的有馬上被驚豔到 麵條是細麵 是很有咬勁的麵條 算是硬麵的口感 這個酥肥雞看起來沒什麼味道 但是肉質卻很嫩很好吃 豬肉叉燒是肥瘦香煎型的 雖然薄薄的一片但也不錯哦 重頭戲當然就是這個巨大的蛤蜊拉 雖然肉小小一個 但是真的視覺滿分啦 他們家還有一個特色就是這罐蔥油 建議可以吃到一半的時候再加哦 會讓整個湯底多了油蔥香 雖然網友說很像微粒炸醬麵的味道 但確實是一個口味上的轉換 這家真的非常好吃 拜託一定要來吃哦 家一家是位在於新宿的拉麵名店 豐銀鵝 入店後也是用石卷機點餐啊 他們家有拉麵及沾麵兩種 雖然網路上大家都推薦沾麵 但這次我想要試試看拉麵 我這次點了特製拉麵 拉麵的配料很澎湃 有叉燒 叉燒塊 海苔 筍乾 糖心蛋跟蔥花 湯頭喝起來很濃厚 是以雞燉煮的白湯 帶有淡淡的魚介鮮味 湯頭是比較鹹口重口味的 我蠻喜歡的 麵條的部分是黃麵 硬度偏硬 口感很Q彈 麵也都有吸附到湯汁 是還不錯的麵 他們家的叉燒很深得我心 這個特製版本的叉燒肉 快吃起來很有肉感 吃起來都很軟嫩 肥肉的部分吃起來不會太油膩 大片的叉燒肉厚度也很夠 一口咬下去真的會很滿足 愛吃肉的真的不能錯過 如果你是吃沾麵的話 旁邊都有高湯可以自己加 如果像我一樣吃拉麵 覺得湯太鹹 也可以加一點高湯喔 我覺得拉麵口味算是蠻合我的胃口 但我下次會想來試試看沾麵 應該也是會蠻好吃的喔 這家推推喔 下一家是被譽為秋葉原第一名的拉麵 青島食堂 看看這個排隊人潮就知道他也是名店啦 多店後也是用石卷機先買石卷 青島食堂的拉麵口味僅有一種 即是稱為青島拉麵的長崗生薑醬油拉麵 其他品項只是配料不同而已 拿到石卷後就可以等待安排入座啦 我這次點的是右邊第二款的青島叉燒 弄上來的時候可以聞到淡淡的薑味 看到這個醬黑的湯頭就知道是以醬油為基底啦 特別的是多了一點生薑的味道 喝起來有濃郁又帶有一股清香 是我從來沒有喝過的湯體 麵則是以中粗麵為主 也是很有Q勁的麵 而且麵都會吸附到湯汁 吃到後面會覺得有一點鹹 雖然他們家不是走巨大叉燒路線 帶點肥油的叉燒也不會很膩 整體來講我覺得他們家的風味真的很特別 重點是一碗只要1000日圓 真的是CP值超高 這間如果冬天來吃的話會很暖胃喔 下一間也是位在於秋月圓的麵處本日田 沒錯又是一間排隊名店 他們家麵有三種口味 分別是醬油風味 特製鹽味 分別有拉麵及沾麵可以選擇 還有淡淡乾拌麵 比較特別的是他們家可以加點配料 想吃到很滿足的可以點好點滿喔 我這次點的是特製醬油拉麵 特製版的拉麵有糖心蛋 還有加量的叉燒跟雞腿肉 看起來就很澎湃啦 醬油湯頭顏色有點深又不會太深的程度 不是走很鹹很鹹的醬油底 喝起來帶有一點甘甜的味道 是會一直想喝的湯 麵條屬於標準粗細的中脂圓麵 彈性度和口感中規中矩 這個麵我覺得稍鹹沒有特色 他們家比較特別的是有三款肉 帶肥肉的五花肉厚度正常 算是嫩中帶油的 還行 偏瘦的豬肉塊吃起來有點像港式的叉燒肉 肉感比較強烈一點 我比較喜歡的是雞腿肉 除了肉質很嫩之外真的有入味 份量上算是相當有誠意 另外我還加點了叉燒飯 飯小小一碗的 單上面鋪滿了滿滿的叉燒肉塊 叉燒吃起來跟拉麵的差不多 有淋上一些醬汁 所以吃起來不會太乾 愛吃肉的這碗真的要點啦 我覺得這一家我也是蠻推薦的 特別是跟我們一樣愛吃肉的 這家你會感受到店家滿滿的誠意 但他們也是排隊名店喔 基本上都要等30分鐘以上 下一間呢我們來到了六本目的 露露 也是獲得必比登推薦的拉麵 露露最有特色的就是牛肝菌醬油拉麵 以及柚子鹽拉麵 也有沾麵的選擇喔 這是我點了牛肝菌醬油拉麵 有叉燒 溏心蛋 還有餛飩 超特別的吧 另外他們家最大的特色就是旁邊那一小匙的 牛肝菌松露 雖然他們家是走清湯路線 但這個高湯 可是用日本當地的精選雞 牛 蝦 和貝類熬煮而成喔 可以說是集頂級食材為一生的拉麵 這個湯是認真一口入魂的那種 他們家的全麥麵條我也很喜歡 是那種很Q很Q的口感 會一口接一口停不下來那一種 顏色比較深的是鴨叉燒 吃起來非常嫩非常好吃 淺色的是雞叉燒 吃起來是滑順沒有什麼油脂 咬下去還會有點噴汁的那種 最特別的還是沒有想到吃拉麵會遇到餛飩 餛飩餛咬下去還會有柚子的香氣 真是有點顛覆我的想像 我覺得露露給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每一個東西都會有不同的風味 每吃一口都是一種驚喜 而且這一碗拉麵 我真的是連最後一滴湯都不放過了一碗 這家真心大推 最後一間呢我們來吃 銀座鉤 池袋分店 我想大家對他應該都不陌生 一樣入店後呢 先用食券機購買餐券 銀座鉤最大的特色就是雞白湯拉麵啊 這應該是我第三次回訪 就知道我有多喜歡啊 每次來吃都會點雞白湯醬油拉麵 我真的非常想念這種濃醇香的雞白湯 湯頭濃郁香醇卻不油膩 是一碗會想把湯喝光光的那種 豬肥雞叉燒也是很優質啊 吃起來軟嫩並有調味過 可惜只有兩小塊會有點小不滿足 麵條煮的軟硬度也是恰到好處 口感相當不錯 通常我還是會加點一碗雞肉奶油叉燒飯 奶油和雞叉燒的組合真的是一種味覺爆擊 而且他們家的飯是粒粒分明那種 真的很好吃 這一碗吃下去才會真的滿足啊 之前我們都是去銀座本店吃的 但真的要排太久了 這間池袋分店相較之下比較沒有那麼多人 有來池袋的朋友真的可以安排來吃一下哦 好啦 東京拉麵特輯就到這啦 下一集我特別會整了澀谷美食特輯 我相信大家去東京都不會錯過澀谷吧 有什麼好吃必吃的 請繼續鎖定我的頻道哦 好啦 今天影片就到這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請幫我們訂閱 按讚分享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也會持續分享國內外好玩好拍的景點 以及好吃的美食哦 也可以追蹤我的IG 看更多美食與旅遊的分享 我們下集見拜拜 我們下集見